臺灣維持現狀 金商品比大要進 黄金十年不是夢 世界銀行最近公布2011年 金商報告 臺灣在全球183個經濟體國家中排名第33名 比去年46名大戶的要升 其中因為政府今年度 簡化事業登記程序案大幅降低營業事業所得稅 簡化納稅程序案計算的方式 因此在新創事業和稅款缴纳 两个部門都是改善幅度最大的兩個指数 金建惠劉一如主委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 這種成績是各個部會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臺灣不但 臺灣不應致滿 表現交叉的項目 哪應繼續檢討改進 看到行政團的努力 獲得世界銀行肯定 本席替行政團隊感到高興 更令本席欣慰的是我們部會所長 不但沒有致滿 反而用最快的速度進行檢討 據本席了解 金建惠已經針對 金商環境報告 排名欠佳的項目 例如交前年退部的三名的 獲得信貸和排名 居末段的聘僱員工 見請金建惠、老委會、經濟部等相關部會 對表現如何的項目深入的了解來檢討 希望能續今年進步到35名的目標 明年能夠進步到20名 本席相信在行政團隊 努力改善金商環境的情況之下 臺灣絕對有本錢 能力吸引更多的外資來投資 臺灣的經濟環境也會越來越好 失業問題也會進一步獲得改善 馬總統宣誓打造臺灣黃金十年的政策 藍圖絕對不赦夢 期盼全民與政府一起努力 再創臺灣另一個經濟的奇蹟 謝謝各位